我們有些人進去找孩子 他們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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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工作 今年5月24日 德州尤瓦迪德羅伯小學 發生駭人的槍擊事件 造成19名學童 和兩名教師不幸身亡 然而校園見識其畫面 卻等到本周二才曝光 內容不但顯示 警方等了超過一小時 才攻堅疾病歹徒 影片中還顯示 至少有7名全副武裝的警員 已經圍住槍手了 卻在槍手一開槍 立刻轉身撤退 我看到這個新聞 這些人 這些警察 他們有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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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那裡 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進入教學大樓 畫面可看到一名男童 從角落看到凶仙 目睹凶仙朝教室開火後 拔腿狂奔 凶仙開第一槍過後3分鐘 有至少7名警察持槍進入學校走廊 警察沿著走廊走到事發教室外 已經困住了凶仙 但當教室內再度傳出槍響 他們又撤回走廊一端 下午12點50分警察中午攻堅 將槍手擊斃 然而此時距離警察抵達現場第一時間 已經過1小時44分鐘 誇張的是 甚至有人在等待時還使用了乾洗手 今天這個影片發布的影片 是一個我從來看過的一件事 尤瓦迪市長邁勞夫林 在林里大會上發言時 指責媒體發布影片內容是一項錯誤 強調這種做法 忽略了受害者家屬的感受 而奧斯汀美國增加日報表示 以效應驅出孩子們的尖叫聲 也沒有任何孩子中彈的畫面 我實際上覺得 這可能會有更多的 可能會有更多的 可能會有更多的 要準備 我沒有看到沒有準備 他們 他們 真的要把槍手擊斃 他們應該要把槍手擊斃 受害學童家屬先前就嚴厲批評 執法官員當下的處理方式 影片公布後 當地居民更是痛批 當地政府企圖幫槍員警掩蓋事實 一件必須要做的 是 出發那幾乎70分鐘的影片 那天在學校的正確發生了 只有一件事消滅 那就是 那些被困難的照片 其他人是被困難 除此 公共有權要知道 稍早德州州長 艾伯特就呼籲 應該公布完整的檢視器 PM 才能究責到底 去找個操縱 尤其是 接近一些偵大 這也將尤其是 去中心 作為你的報導 我洆湞 新宗